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法务部 陈明堂 政务次长 卫生福利部 薛瑞妍 厂务次长 金管会 顾立雄 主任委员 入委会 秋锤正 政务副主委 苏法院 林辉煌秘书长 介绍完毕以后 接下来我来说明一下今天的协商的主题 最主要有下列三项提案 第一 行政院行情审议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第九条之一 及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 二 时代力量党党团 拟据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一共有四条 第三 委员证明中等 十九元拟据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一共有五条 今天我们要协商的是这个部分 那在这边也向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配合疫情的防治 那现场的严肃 我们就尽量大家想办法 这个配合一下 这个跟条文有相关的 那当然必须要在里面 尤其像部位首长副首长 不过如果说一下子还没有轮到 一下子还没有轮到 因为我们那个都有调刺 还没有轮到 就请就说委屈一下 尽量在外面或者在休息室 这个等一下 等一下这样 我们大家尽量互相配合 这样 这个就由大家来 等于是来我们自己自我掩置 我就不必强制 说一定谁要离开 我们就看这个整个进度 由各部会 大家来想办法来互相配合 好那这样 现在就 我们就 我们就来开始了 开始 接下来 我看这个 我们第一案 就是行政院 是不是行政院 或者 是不是行政院 先向大家 就是行政院所提的 稍微说明一下 是报告院长 以及草野党行 各位委员 那今天这个 我们行政院 在这个4月 其实我们加开这个行政院院会 特别提出了 这个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这么一个修正案 那么这个修正案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在各位所看到的 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在这个第九之一条 我们就是把所有的 这个拿到防疫补偿 防疫津贴等等 这一些措施的民众们 他们都可以免纳所得税 这是第九之一的一个修正重点 那其次就是我们在这个第十一条 各位看到版本的第九页 第十一条 我们增列的这个经费 我们从六百亿提高为两千一百亿 那么也是以特别预算的方式编列 那么预算编制执行不受 预算法二三六二跟六三的限制 那么这个经费的来源 我们可以移用 以前年度税制剩余 或者是举借债务来支应 接下来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还是受这个所谓的 财政纪律法的规范 那每年度举借债务之额度 不受公共债务法第五条第七条 规定的限制 可是呢 中央政府总预算跟特别预算 与本条例施行期间的 举债额度和计数 不得超过该期间 总预算跟特别预算岁数 总额和计数的15% 那么在这个条例施行期间 我们中央政府所举借的一年以上 公共债务未偿债务余额数预算数 应该依公共债法第五条例上规定办理 这就是我们这个第十一条的修正重点 以上是我们行政院版的说明 我们现在就就行政院所提的案 大家来讨论 那看对于刚才这个行政院 有说明的第九条 跟第九条之一 跟第十一条 我们先就先 先对就第九条之一开始 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这位院长 刚刚的说明我们很清楚 但是我想我在这里要 上一次我们在协调的时候 曾经提到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希望你能够把 这一段时间 我们防疫的整个经费的使用 应用的情形 能够给在十二点以前 给我们了解一下 那当然今天我们有拿到这一本东西 我是稍微翻了一下 我觉得是 不够详细 尤其是我觉得应该要 稍微把我们 计算执行的实现的情形 你到底目前计算使用了多少钱 大概也要让我们了解一下 所以你这个大部分是在讲说 你做了哪些事情 但做了哪些事情 到底总共的经费 你现在发了多少钱 然后预算执行的情形 大概开始怎么样 可能第一个要给我们了解一下 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在上次开会的时候 曾经特别强调的是怎么样 是我们这一次 要用一兆零五百亿的经费 去做整个我们武汉肺炎的所有的防治 防疫 纾困跟振兴 那上一次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说 我们稍微要把 这一些一兆零五百亿的经费 我们到底是要做哪些事情 那怎么去做这样的评估 将来会不会再有其他的状况 我们还要做做什么样的处理 你可能要把整个一兆零五百亿的 这一些不是很细啦 至少你应该把说这一些 你要做的这些事情 至少要做一个框类 到底做哪些事情 然后也让我们做一个 有一个具体的 比较具体的一个你们评估的方式 那这一些金额是 大概是怎么样核算的 给我们知道 我们才有办法去 对于你这个预算的规模 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审议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可惜的是说 你们虽然有把资料送出来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尤其是你刚刚在报告的时候 好像针对第二点的部分 也没有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 大家还没有再见 好谢谢院长 各位同事大家好 条例的第十八条 明文规定 也就是纾困振兴 特别条例的第十八条 明文规定 本条例实施满三个月后 行政院应就疫情 及相关疫症执行情形 向立法院提出书面报告 那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这个条例是讲 它是从原月十五号就开始执行 所以过两天 就行政院就要提出这个执行报告 那现在今天就要进行新的又要修正 所以我刚刚非常赞同翁军委员讲的 你已经执行差两天了 就三个月了 你到底执行情形 你真的需要跟朝野的立委做报告 这第一点 第二点新的行政院送出来的版本 你为什么定两千一百亿 当然加记一晚记级总共是三千五百亿 三千五百亿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各部会会总出来之后 主地总处做账房这样加起来 就是三千五百亿 有没有做政策的评估 你这个三千五百亿要做哪些事情 要协助多少企业 协助多少劳工 你找个基本的政策评估吧 那假设主地总处像小学生一样 把它加加减减送出来 我觉得你总要你要花了这么多钱 而且钱都举下来的 你总要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谢谢 好 今天最主要是 最大预算条例 上次有谈过有关于执行的情形 那今天主地总处也把这个书面资料 送给大家 但是整个到谈议的话 第十八角的话三个月 时间还没到 那吃早还送出来 那今天当然是为了今天的 今天因为谈议 最爱遇上谈议的审查 那他还把这个都送过来 大家先参与一下 那时间到了当然是要我们正式再来一份正式的执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关于就是说 2100亿 2100亿的问题 相对的这个话 正面中委员你自己也提过到2200到3300嘛 我想你 你也 我不好意思责问你说你是怎么算的 我再来你说 我再来你说 不行啦 我闖到宣品来了 我去吃 不行啦 我期待不认为了 大家 今天 今天重点是 大家 收 鱼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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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議員給我講話沒什麼對不對啦 那我... 那幾位沒有議事的呢 沒有啦 我也可以問你嘛 我講的你... 我沒理破 那我現在想說啦 議員要這次 律環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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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應該的 那沒有什麼大不了 應該也理主當然 他都在反諮詢耶 那是關完啊 差 那議員當然要大家說什麼 那公司都不可以說話 他挑戰我 挑戰他這個沒什麼 我挑戰...我挑起行政院耶 我們常常... 科長道 你什麼時候換位子 你不要在這邊用這個問題來一直擴兜 我也不能... 我沒有擴兜 議員互相之間有所... 議員互相監督 當然 我們之間... 政策編護 各位取組啊 哪也不知道 沒有啦 何兄說話 何兄說話哪有 何兄之間... 能您監督我們 我們監督 我們兩個人不監督 折問哪也... 有什麼大不了 每一個人都要自己問會的政策立場嘛 來 現在這隻先放在旁邊 好啦 這隻先放在旁邊 好啦 來 先說真的 這隻... 何兄之間結婚那種都會有的了 我們等一下... 條例都會有十多人... 開始 大家不要跟我們說什麼 那...沒有... 何兄說的 但我說這個... 這... 兩千一百會 對不對 齁... 那... 要請主義處就說明一下 但是今天... 我們重點... 還是要比例原則啦 所以說今天是... 只要處理這個... 最愛遺算的條例 那今天... 那個... 有一個困難... 他們困難點在什麼地方呢 那困難點就是說... 整個... 所以才要有這個最佳預算 所以我記得 我今天在這裡講的 重點之一就是 我們今天還是要比例原則 總之你會再問 但是總之不是比我們農工預算 法治非洲都有過來 我們今天是條例的問題 還有回到法律的問題 這樣而已 我看這樣 今天最主要 柯董都講沒有錯 最主要是條例 你把上一次的那個 你的決議你講 你練一下你就知道 他到底這樣有沒有想 來來來 你把決議練一下 那上一次就講了 叫他匡內要 怎麼匡內要 怎麼匡內要 這個 那個 上一次有沒有 今天 朝衛協商的議程 就是正在上次的決議 好 我練練一下 還有第三點 第三點 協商是參考的 不是 今天 我們協商的主軸 那個部分 那個是參考 我們協商的主軸就是 剛才我練過的 不然我再練一遍 你說 協商的議題 就 因為議程裡面都有 上次結論的第一項也都有 就是繼續延商行政院 韓警審議之什麼什麼 這個草案 什麼什麼草案 就包括曾明忠委員 十九年的草案 這個都是 我們要 今天協商都是 針對草案 至於說 有提到 將有關追加預算 做預估及第一起 執行情形提出 書面說明 送各黨團 別共協商使之參考 他事實上是參考 那我們不能因為參考 那對參考不滿意 那這個 今天的這個條 這個有關的條例 就不協商了 或者說 沒有協商 那會影響到明天 往後的這個議程 我 我在這邊還是要呼籲大家 就是說 我們一定 條例 想辦法 大家希望有個共識 讓後面的會議 我們的這個 6M的這個議程 可以運作 那至於說 對 現在通過的 就已經通過的 預算執行情形 那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說 大家 應該 審預算的時候 可以 到那時候再來 談預算 今天是看條例 所以我請大家 我們上個禮拜 有做這樣的一個 你在結論的時候 有做這樣的決議 對 第一個是希望他把 到目前為止 已經將近三個月的 執行情形 能夠做一個 書面的報告 那我剛剛講的是說 他的書面報告 給我們的感覺是沒有 沒有很詳細 第二個他沒有 數字的呈現 沒有讓我們了解 整個預算執行的狀況 所以跟上一次的決議 是有一點出路 第二個 我們要他匡列 兩千一百億 或者是說一兆零五百億 你應該告訴我們 是哪一些項目嗎 我們沒有說 叫你講得很細 但是他裡面就有講說 叫你要 怎麼去評估 怎麼預估的 你這裡面 這個報告裡面 我有看過 他是沒有這一方面的報告的 那既然沒有這樣方面的報告 我們等一下要審 這個條例的時候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去預估 或者沒有辦法去評估 到底兩千一百億對 還是三千一百億對 還是三千三百億對 如果說 我們今天有一個比較清楚的一個 匡列的預測 或者是他的這個 這個匡列的預算是怎麼來的 那這樣會比較清楚 但是我們是看不到這些東西嘛 尤其是政委員剛剛講到的嘛 我們現在兩千一百億 其實還有包括一千四百億 第一次 遺反季級四百億 第二次遺反季級是一千億 一共是三千五百億 這一個部分 你遺反季級的部分 應該都已經有一個正確的眉目了嘛 那總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整個公務 特別預算裡面 大概有三千一百億的額度是哪一些 然後我們紓困的預算 融資的財源部分大概七千億 我們大概比較清楚啦 這樣比較有那麼多人能夠嘛 今天我的意思是說 上次因為我們有提到這個決議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決議上面 他應該做得比較多元一點 他這樣有一點草率 我看齁 我們還是條例 選條例 不然剛才這樣齁 沒完沒了 選條例 來 總教 好 這個當然我們上一次 朝委協商已經有講 那他們行政院也有 針對六百億執行的一個報告 大家在手上也有啦 然後我們也認真看一下 我 你那個統計數字沒有啦 我幫你統計好了啦 這個數字在這裡啦 總共匡列的 編列了六百億 那各部會執行的狀況 內政部呢 編列一億 六千九百多萬 現在執行是三千八百八十萬 百分之二十三 教育部執行率百分之一點四 經濟部執行率百分之五十二 還不錯 經濟部 交通部執行率百分之二十四 農委會 因為他有含貸款的部分 所以執行率達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四 衛福部 因為你寫的報告 裡面沒有執行的金額 所以是我們看不到啦 所以是問號 那文化部呢 編列八億執行九十五萬 所以他的執行率是百分之零點一 原民會也沒有執行預算的金額 以執行預算的金額 所以是問號 課委會也沒有 以執行多少預算的金額 所以也是問號 通傳會 兩億多執行一億零五百 所以48% 海洋委員會一億一千兩百五十五萬 執行六百一十一萬 百分之五點四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六百億裡面 目前執行的狀況 並不理想 那我再就 那個一千億的信保基金 預計要放貸 編列一百億的保證金 要預計放貸一千億的信保基金那一部分 現在執行是六十九億 我的意思就是說 紓困是很緊急的 那執行的狀況 你看要放貸一千億 經過了一個多月 放貸了目前六十九億 所以這個也不盡理想 那現在你這樣子的六百億執行的狀況 現在又要匡列一千五百億 再加上去 變成兩千一百億 那還有這個這個貸款的部分 還要七千億 我們實在是覺得說 這個你要讓人民 讓民眾都相信說 你們的匡列一千五百億增加的部分 總而一照零五百億 你們到底有沒有能力執行啊 前面的六百億執行這樣 哩哩哩哩哩 後面一下子要匡列又那麼急 真的有能量執行嗎 真的會令人質疑耶 謝謝 謝謝院長 各位同仁 其實上禮拜五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我就講 大家講說預算的執行的時候 我就說 會讓人家誤會以為六百億是用完了 然後大家看執行率 那時候在場的委員很多說 不會被誤會喔 我們講的是說他的狀況怎麼樣的 所以才要他們提出一個報告來 那我再說明一下 六百億的特別預算 我們在講那個二月的特別條例通過 三月十八號才通過特別預算 才公布特別預算 所以包含大家去看文化部喔 文化部的那個表演藝文事業的紓困的那個收件截止是四月十號 今天是四月十三號 所以剛才那個林總召在講的這個執行率 你拿這個來修理就沒道理了 上禮拜我們都說了啦 就是說你會讓人家誤解 那今天果然 果然就說執行率 然後說我後面不願意追加 好嗎 所以先拜拜報告 上禮拜我就提醒郭說 那樣子會讓人家誤解 那果然自己都誤解啦 上次在這邊的時候 事實上大家沒想到這個疫情這麼嚴重 那現在這個狀況就是說 這疫情本來是你要這個防疫嘛 那紓困振興嘛 那很多可以留在那個振興的時候用 那事實上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這個紓困的時候很多的業者 或者是很多的我國的中小企業 餐廳也好 就是說等不到 這個可能等不到振興的這個時候都已經趴下了 所以這部分當然就是說 我們確實是認為說這個紓困的力道要加大 那因為就是說看起來 他這個執行率的問題是因為 這個時間真的太短了啦 那你就要 也是要有人來申請 那申請 那當然就是說 我認為啦 就是說他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是比較慢 但是他會越來越快 那到最後 就是因為覺得說這六百億確實是不夠快 那看起來世界各國的紓困的這個狀況 比起來的話 你看在美國或是德國這樣的狀況 那個規模當然都比我們說實在的是大非常多的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我們是認為說這個紓困力道真的一定要加大 那這個 我是覺得如果說 因為這個 等到這些本來的上一次提的要先執行完 才能夠再加進來 就已經 我沒有這樣講 是啦 所以現在 不能誤解我們的意思 OK 那現在 當然就是說我們應該來討論就是說 這個也必須要 就是說預先去規劃嘛 預先去部署嘛 那才能夠說 這個因應現在的這個疫情 對我國的這個產業造成巨大衝擊的這個狀況 就是就 回到審條例 好不好 針對 好來總商 拜總商 其實今天來審這個 1500億的特別條例 雖然只有兩條 大家還是很慎重也很認真 希望就是說錢的到位 速度要快一點 對象要能夠寬一點 然後這個蘇院長也特別提到加碼加快加大 所以這個條文雖然兩條 但是我們也都另外會提出相對法條來盡速加快 那比較是跟這個 柯總也在 院長也在 就是說大家民間的這個疾苦就是說 為什麼到現在第一筆600億這件事情 有些申請期限啟動很慢 所以而且有第二次申請期限的這個這個落差感 所以看起來你們的執行報告裡面 量是出來了 比如說有多少件進來了 核准的量跟送進來的量之間看起來是有落差 這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是今天很多行政單位都在這裡 是可以趕快把這問題找出來 那第二就是很多人認為說 有一些第一次1.0沒有考慮到的事情 在2.0的辦法裡面要放寬一點 這個我相信在所有執行大 各黨都是這樣的一個初衷 所以是說 在審這個兩個條文之外 另外如果能夠讓其他黨認為說 在放對象上面的適用上面 沒有這個比較能夠有條件放在法條裡 也讓基層民眾讓老公安心 我覺得才達到第二次2.0的目的 所以我是認為盡快談條文 好 盡快談條文 能夠回歸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能夠聽到 我們再幫他們改變一些現在的困難 好 我們盡量從條文開始 好不好 等一下還有機會 好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針對 我還是要表達一下 因為我想說 但用立法院 對於預算的執行 我們還是有把關的責任 那因為當初其實我們15頁 那是600億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很快都支持 也開始上路 那今天不是 我要先說 我們沒有說執行完才能 絕對沒有這樣說 可是會執行的狀況 應該要讓我們掌握 可是如果你今天看行政院 送回來這一份呢 很多其實都是 真的 我會說 我覺得這是不及格的一份報告 因為裡面 什麼人事啊 什麼就是打流水仗 我看不到一個比較清楚 我們按照像決算 或是審計的這種 這種表格 你每一個 像內政部 目前我給你的錢 你用了多少 那你預計好 也許你現在沒有執行完 大概什麼時候 再來哪些會執行 那我覺得總是要 比較是一個 從預算執行的角度 我們看到清楚的表格 那也才能夠把關到 第一次600億 到底我們怎麼用 那再來的1500億 才能夠繼續來看 到底這個錢夠 或是不夠啊 因為我們野少平屋 也不一定是1500億 所以就夠嘛 也許我們希望要 可能還要更多才夠 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基礎 給我們 我覺得很難去討論到 到底錢多少 所以我還是覺得 這一份 這一份真的 我們當 當民代友看 我是覺得 這個真的 我覺得 正在一個立法委員的角色 我覺得很粗糙 真的非常粗糙 就是我們如果接受 這份報告我們都完全不講 他就把他接收下來 我覺得是有 對我們立法人自己的職責 我覺得是 我代表我們真的不夠的負責 好 好 謝謝李委員 現在我們就集中對條文 好不好 我們先從9條之一 行政院版的9條之一 好 好 行政院9條之一 要不要條文 我就練一遍好不好 受嚴重透視傳染性肺炎 影響 依本條例 傳染病防治法第53條 或其他法律規定 自政府臨起補貼 補助 津貼獎勵 及補賞 免他所得稅 那這個有沒有大家有什麼 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好 院長我們有修正中意 好 說完第9條之一 修正意見 我們現在開始談 好不好 集中一點 好不好 集中黨是加議 國會議黨 好 蛤 有沒有 你說 我們的修正中意 還在議 好 好 現在所有修正中意先應應 請中才能 好不好 好 共同國 請民眾黨講一下 好啦 請民眾黨講一下 謝謝主席 民眾黨有提案 九條之一 九條一的部分 我們想增列第二項 就是說 剛剛講到 前項是真的有一些 這種津貼補償所得稅 但是第二項是希望增列 就是說 對這一次 特別像勞動部 它的2.0 才展開對自營作業者 跟無一定雇主勞工的這個紓困 那基本上我們認為 入法的話 能夠這個 這個明確性的讓他們知道 政府對他們的照顧 那第二就是說 他們在很多的現象面上面 是很困難的 有一些自營作業者 他未必有加入職業工會 能夠有勞保的紀錄 有一些無一定雇主勞工 他可能從事工作不同 他在職業工會的認定上 跟本業也很難做 直接認定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 是不是能夠放寬 對於這樣的類型的勞工 即使他今天拿不出勞保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 投保紀錄的資料 佐證 但是可以在本業上 從業上去認定 他是屬於無一定雇主 或自營作業者 即使他是保國保 都能夠在我們國家認定的 對於這一類型勞工的紓困裡面 給予他比較實質 平等紓困的一個對象的確認 以及給予補貼方面的一個法源 所以很懇請大院 還有我們這個行政院 能夠考慮參採我們的立法令 放在九條之一的第二項裡面 那能夠讓他們明確 在第二2.0或者是未來3.0裡面 也能夠獲得政府 對他們的這個補償 以上 好 張委員 這部分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的整個 這個紓困政經條例 它其實這個色彩上 就是談一個比較大一點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因為我們紓困貸款的 那個部分很多 就是基本上就是說 政府去挺這個銀行 再由銀行去來挺企業 然後最後企業再捐低到勞工 其實我們這邊為什麼會提這個 就是因為 現在雖然這個概念是可以 但是我們就要問 什麼時候才真正捐低到勞工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這一些真正 他就是沒有這種特定僱主的這些 他這些比較真正最基層的勞工 能夠對向 因為他們現在就過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已經沒有那個時間點 再等到他慢慢的從 從這個銀行企業再直接的捐低 這樣概念 所以我們覺得說應該要有一個 這一次既然有2.0的版本 就應該要對這種最基層的直接 這次算是一個救命的這個概念 以上所以請這個大院來支持 這個是民眾黨 這個所提的 他們所提的 好 那實力黨 主席 各位同仁 那我們對第9條之一的這個修正動議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這個 所得稅能夠緩徵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希望他的這個免稅額跟這個標準扣車額 能夠就是說最高的加倍計算 那第三個部分 針對這個其實既有營業稅留底稅額 得向稅政機關申請退還 那就是說對於這個 這個免稅的範圍 延緩徵收及留底稅額退還的相關事項 都是由財政部訂定相關的辦法 那報行政院核定 區委 我們現在先對 先針對行政院的 因為你現在提的數是 針對曾明中委員的 好 那我們現在先就行政院的好不好 好 好 請國民黨 好 謝謝 有關國民黨的第9條之一的修正動議 跟大家報告 在這裡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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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政院版本裡面 今天 免納納索得稅後面加 他們 其當年度個人標準課除額並得提高至十四萬 也就是現行的十二萬提高到十四萬 讓他規定更明確 另外也有獎勵的效果 以上補充說明 謝謝 好 現在就請行政院說明一下 好 來 先管委 好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我有跟黨團報告過 跟總統報告過 就是說我提了一個修正案 就是在9條之一的第二項 我們比照幾個救命權 就是我們在災害防救法 在社會救助法 還有在國民研究法 還有勞退 對於這個相關的補貼補助金貼獎勵 跟補償 就是第一項 我們政府紓困的所有的這些經費 不得作為抵銷扣押 供擔保跟強制執行是標的 因為是救命權 所以就不應該從這裡去把他們課扣過去 所以這個是比較簡單 我們過去也都有立法力 只要是真的是救救救救命錢 我們都有替他們想這項 再請大家支持 好 來 請政院政府 今天院長報告就是民眾黨團的這一個 第九之一的修正案 我們請勞動部長表達意見 好 徐副長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那有關於剛剛我們民眾黨賴委員所提議的 就是要在第九條之一增加第二項 就是針對這個無一定雇主還有自營作業者的勞工 要與這個紓困啊 正心補貼等等 但事實上這一個部分 其實在原來我們的第九條 就已經涵掛在裡面了 因為我們原來第九條 紓困條第九條就是 受嚴重特殘染性肺炎影響 而發生營運困難 是產業事業醫療機構 及相關從業人員 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與紓困補貼 振興及對其勞工提供必要的協助 這個其實在原來第九條的規範 就已經涵掛到這個部分了 所以我們各種產業跟勞工 本來就可以以原來的第九條 來進行紓困補貼還有振興等等 我們是認為說 並沒有針對特定對象 再為規定的一個必要 而且這個條文其實如果比較一下 它其實跟第九條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而且事實上 我們政府也已經把這些產業 還有包括這些勞工 我們都已經納入紓困的對象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 沒有再這個重複為規定的一個必要 這是勞動部的意見 謝謝 來總長 部長我想你也了解我的意思 從我們一開始紓困1.0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在爭執一個事情 就是像導遊或者是領隊等等 包括遊覽車司機 他們的靠航都一直在重申 他們在身份上很難用直接 雇佣關係或者是從業關係來認定 所以才會到現在為止 即使你們1.0已經對他們放寬了很多 像充電計畫受訓等等 還是很多勞工疑慮跟卻步 所以我在想你剛剛講到的這個第九條裡面的第一項 從業人員這個概念 大概如果不用其他法規去認 當然可以從寬 從這個一些你們的解釋來處理 那對其員工提供必要協助 那個員工概念就是一個 這個受僱的概念下的員工 所以我們才想說 讓勞動部的這個2.0能夠師出有名 甚至能夠很未來的3.0裡面 可能更多非典的零稅的工作者 而不一定是叫員工或者是從業人員的時候 你們有個實際的法源 所以還是很幫忙勞動部想了這個配套的法規 並沒有說你們現在不可以用行政上擴大 可是我覺得實質上就發生了一些困境 包括我剛剛講 有一些勞工他可能就在國保裡面 但是他一直在從事相關的非典工作一直換 這個時候在你的概念上 難道他可以被你們禁任定為從業或員工嗎 這個我是有懷疑 所以才提出一個法規 那請大院可以考慮 總委員 主席好 剛剛聽完了行政院跟那委員的指教 我想還是要提醒一下 今天我們在處理的是特別條例的計9條之一 不是處理第9條 事實上我們看各黨團所提出來的 包括這個實在力量黨團他們提9條之一 因為9條是談紓困 9條之一是談紓困的這些所得 是處理他稅收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第二頁就是這個阿拉伯數字2 實在力量所提的9條之一 是針對前項第9條他的稅收應該怎麼延緩徵收 那我們反過來看 如果是看到9條之一另外一個第三號的版本 就是我們實在力量談的 他談的比較不是談稅收 那我們再來看國民黨所提的 他也是在談這個就是第五號這個 這一張這一張 他談的是要將個人的標準扣除而提高到第14萬 14萬元 那剛剛管委員所提出來的也是在強調說 因為紓困所獲得的所得 在依法上可以免除不應該被要求做其他非救命前的使用 那我想呢我們9條之一 是因為處理我們特別條例當初通過的時候 我們要求行政部要編紓困的預算 要去執行紓困 但是紓困給的人所產生的所得 他相對應的一些稅收 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今天不管是國民黨 時代力量跟我們民進黨 都是針對這個來提出的 那如果說時代力量 那個台灣民眾黨的黨團呢 認為要處理是紓困的對象跟資格條件 要更明確的話 我是這樣建議 因為我們立法院的處理意識啊 第九條既然沒有人提出修正 那麼應該放在第九條的這些意見 放在第九條之一呢 在體力上呢就比較難適用 所以建議是說在第九條 我們在院會處理得到 可以作為一個附帶決的方式 提醒行政院在處理第九條紓困的 對象的資格的時候呢 能夠參採我們民眾黨的意見 那我們還是回到第九條之一 談紓困的所得在稅收上怎麼處理 我是以上出來讓建議 好 這樣 這樣 好 我想大家也拿到我們國民黨團的修正動議版本 對 這一本 國民黨到底有幾案啊 有賴斯堡 沒有 那是 賴斯堡委員跟曾命中委員 那這個是我們的黨團版 我們修正動議方面 那你們哪一個 要哪一個為主 我們以第六案啊 第六案 修正動議 賴斯堡和曾命中都不談啊 沒有 他們也是 曾命中的版本進來了啊 我先說明一下 對 說明一下九之一 我們有三個版本 到底哪一個為主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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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談九之一 九之一 行政院的九之一 好 現在九之一喔 這一條裡面 我們有三個版本 是哪一個為主 是 合各員的事 還是什麼 這不衝突 黨版有黨版 我們黨版優先 黨版沒有的話 各 你們就尊重每個委員 那你只有談黨 只有談黨 黨版好不好 這當然不要談 這不衝突啊 黨版我們以黨版優先 黨版沒有 都以各委員的優先 綜合的 對啊 有黨版 黨版優先啊 黨版沒有的條文 就尊重每個委員提案啊 現在程序上是要先行政院 對啦 對啦 九之一啦 剛才大家都已經同意 行政院九之一嘛 好 那就行政院的九之一 九之一條 現在是討論行政院的九之一嘛 不是曾明中 或是其他人的九分之一 就是行政院的九之一 所以 針對行政院的九之一 有不同意見 我們就是賴事法 對對對 針對一個議題 我們會只有一個版本 不同議題才有不同版本 好 所以就是 對 九之一 我們的意見就是賴事寶那個意見 大家來討論 好 那就這樣 現在行政院很重要 你們現在 針對賴事寶委員 或者民眾黨 或者你們要綜合一下 就是說 哪一個部分你們可以接受 哪一些沒有辦法接受 可能要整合一個案 我們那個關於那個 賴事寶委員的 還有這個 這部分 我們請財政部部長 先說明 好 請書部長 院長 各位委員 我這邊說明一下這個賴事寶委員的提案 除了我們原來的修正案以外 另外加了其當年度個人標準擴除 並得提高至14萬元 目前是12萬 那我們這邊的看法是這樣子 因為他的所得就是監貼補助獎助都已經免稅了 那如果你再給他扣除提高的話 等於是雙重的這個優惠 這個這樣是實在是有一點這個過頭了 所以我們建議還是維持行政院原來的這個版本 好 好 再來 還有要說明的嗎 所以跟院長報告就是 根據我們剛剛重整 剛剛就是勞動部的意見是認為 當然就是我們民眾黨團那個意見 我們大概還不能接受 那建議是不是採納這個中文嘉賓委員所講的 這個第9條去做附帶決議這樣子來處理這樣 那 然後就是這個關於電視保委員的第9之一 這部分 因為我們的意見也是不能接受 好 管委員 管委員剛才講 管委員的部分我們請法務部回答一下可以 就是 作為擔保品 就是 免作為抵押或擔保品 法務部有沒有意見 或是我們司法院 司法院秘書長 這個還是要列了 因為這個救命錢 那你災害 黃舊華也是這樣 然後 國保也是這樣 社會救助法也是這樣 那這個錢沒有什麼不能列的啊 沒有啊 我想是 要再犯法這個 公委員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好 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尊重這個 那個我們立院的討論 那我們沒有特別的意見 好 那現在 現在 討論到現在就是 管委員的 加中 加中 加賓委員的 加在一起 是不是這樣 我們看民眾黨的意見吧 我們還是覺得 你說不能接受也蠻傷我們的心耶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 我們在幫你們想一個 可以比較廣泛性 讓大家接受的一種立法力 行政院是可以接受他們做附帶決議 可以附帶決議 因為在體力上 可以接受做附帶決議 像中委員所講的 放在第九條的 附帶決議去處理 好 那如果在最後 黨和學商能夠採納剛剛講 在第九條做一個附帶決議的部分 那我們也接受 好不好 好那就這樣 講講講 然後不可以不可以 那附帶決議怎麼寫 那寫出來喔 那這個 這個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大家已經有 有初步的共識 寫出來 報告院長 那我們把文字再修正一下 提供給貴院 對包括附帶決議的文字 可能也要出來 好不好 包括剛才 整合他們 幾位委員的這個意見 把它整合出來 然後等一下再拿先賭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 我們就照 這個管委員的意見 然後加上附帶決議 好 好 那九條之一就這樣 那文字提出來以後我再先讀 好 那接下來 綜生十多 Schulz ㄟ 中共市企 клум 大家就請看 就是 tadi 這個行政院 所提的第十一條 然後 請行政院說明一下 因為行政院的9條之1,那另外再下來是我的9條之1 你要這樣省喔,你不然你要省行政院的版本啊 會衝擊,所以這個你要省 你接不接受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不能直接跳到行政院的,讓我們提案做什麼 那個院長主席,因為是這樣,剛剛一開始院長就說了嘛 我們行政院版本的9之1,然後11條 那因為那個曾委員有9之1,9之2,9之3,9之4 但是因為你講的那個9之1到9之4,跟剛剛的9之1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回來討論,就可能條字不叫9之1了 可能要用其他的條字啦,因為性質不一樣嘛 剛剛我們講的9之1想... 那就是看院長這邊主持嘛 好,11條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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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有時候從行政院的版本先談嘛 大家也沒有意見就這樣 好,我們現在請行政院說明一下第11條 是,跟院長以及各位委員報告 剛剛有大概說明過,那我再重複一次就是說 這個第11條主要就是規範這個600,原來600億 我們提高到2100億 那麼追加了1500億的預算 那麼還是用特別預算的方式來編列 那做法上我們還是 預算跟編制的執行,不受預算法第23條、62條及63條的限制 那麼前面這個經費的來源呢 我們可以移用年度稅計剩餘或舉借債務來支應 以下就是說,我們的債修證就是說 每個年度舉借債務的額度不受公債法第五條第七項的規定的限制 那麼同時我們也受財政紀律法的規範 就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在本條例施行期間的舉借額度合計數 不得超過該期間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稅出總額合計數值15% 要在這邊跟各位委員強調就是說 這因為我們是經過經算的 那等一下可以請我們財政部長解釋 因為如果是我們再追加1500億的話 我們還可以受到財政紀律法的規範 而不愉悅 那如果還要再往上調的話 那麼我們就有必要要排除財政紀律法 那種我們待會要請這個財政部蘇部長 來做一個特別的解釋 那再往下就是我們這個本條例的施行期間 中央政府所舉借的一年以上 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 應依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來辦理 那以下跟原因提案相同 以上 我們請蘇部長報告好嗎 好 蘇部長請 好 院長各位委員大家好 好 那我在這邊說明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排除 排除這個連連度的流量的限制 就是預算法第五條第七項的這個 對不起 公共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的規範 這是連度的債務流量限制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回歸到 就是說這個舉債的額度 因為在財政紀律法裡面有規定 就是特別預算實行期間 那麼債務的幾屆總額 不能超過總預算加特別預算總額的15% 那在這個情況下 基本上目前如果說在2100億的情況下 我們大概預估大概是還是OK的一個情況 所以沒有必要再排除 但是如果說預算額度再增加的話 可能就會觸犯到這個 觸及到那個財政紀律法 那個那個規範 所以這個可能 特別預算執行期間的 債務舉債比例 就會超過那個財政紀律法15%的規範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請國民黨 國民黨黨團 請曾委員 好謝謝 其實他的條文是一條 我也有修正動議 第一個 我在其實剛剛部長也好 行政院也好 沒有你這2100億怎麼來的 總要跟大家講清楚說明白 兩三句話就回了 你說你到底 部長過了行政院會主計處 你為什麼提出來2100億 你總要跟大家講一下吧 都沒有任何的說明 這過了 對不對 這第一都沒講 第二個我要問 你這個2100億 的預估是 這個疫情是燒到第二劑還是第三劑 萬一燒到第四劑怎麼辦 而這第二個問題 好不好 這個先就行政院的版本 我先做這樣的說明 那我的版本 等一下再做說明 謝謝 你的版本 不要說說稅別的 要幫你改稅 好 好 另外 我的版本是 以行政院版本為基礎 為什麼 萬一這個疫情燒到第四劑 你殺到明年 你是不是 過一個月又要修條例 你不要再修一次 政府你的眼光只有一個月啊 你的眼光只有一個月啊 所以我意思是說保留一定的彈性 病得是疫情防治產業紓困 你振興需求 可以增加三千三 保留二分之一的彈性 另外 就排除的計算法六十三條一定要拿掉 各位恐怕沒仔細看計算法六十三條 第三條的淡書啊 可以相互留用 但不得留用為用人經費 並經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的科目 不得留用 你這把他排除 連立法院 實務上當然這些防疫經費不會刪除 但是連立法院刪除的科目都可以留用 這藐視立法院的審立算審查權啊 我拜託在座的委員仔細看一下 你審查過的預算 你連科目刪掉 他都可以留用 立法院可以打包了 真的喔 你可以打包 在座的委員 你再讓他過 你可以打包 連經立法院審議刪除刪減的預算科目都可以留用 希望 民進黨委員看一下 謝謝 好 來 給你補充 我兩個部分 我兩個部分 因為曾委員 我是建議說 因為剛剛其實曾委員很客氣 就是他的版本的11條 跟我們現在行政院版的11條 是完全在討論同一件事情 是建議主席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並安一起來討論 那剛剛曾委員也就做了一個說明了 那我是個人說 先呼應一下曾委員的眼光 的確就未來的需求是當然是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但是關於那個第六十二條 六十三條沒有放進來 因為六十三條它是兩個部分 前向是機關內可不可以留用的問題 後半段的彈書 我也覺得說你說那個彈書是不是完全 不受預算法 六十三條後段彈書的限制 這個可以討論 但是我們不是把整個六十三條全部拿來一起 好不好 好 江委員 好 院長 我想 第十一條 我們也是要提出來 這個 現在要追加總共兩千一百億 剛剛是加第一階段六百億 現在追加一千五百億 我們就是要行政院提出來 這一千五百億 到底怎麼來 怎麼估出來 今天大家在質疑 為什麼行政院各部門 以這一千五百億 你是怎麼做評估的 你是要支撐的對象範圍多少 你要支撐到什麼時候 是可以支撐到第三季 還是到年底第四季 這行政部門要做說明 我想這絕對不是幾句話帶過去 保說之後預算還會有細部規劃進來 因為這一條 第十一條 就是現在追加預算 匡一千五百億 這一千五百億到底夠不夠 我們畫一個問號 為什麼我對這一條這麼有意見 當時第一階段六百億的時候 勞動部 我在總職域學校問蘇院長問徐部長 勞動部編列特別預算裡面是零 當時我說那萬一不夠怎麼辦 你們預估如果接下來疫情持續 當時蘇院長 許部長都說 夠啊 我們救安基金五百億 撥四十一億出來 絕對夠 我說萬一不夠 或是產生排擠效益 公報裡面清清楚楚 當時勞動部長說 我們再追加 我說從哪裡來 再從救安基金啊 好我們今天看 結果不到一個月 當時特別預算裡面 勞動部編列零 現在多少 三百億 三百億 那我現在要不禁要問 那現在你勞動部 各部會你評估 你現在匡一千五百億 會不會下個月跟我講 要再追加 勞募要再送三百億進來 交通部再送兩百億 經濟部再送三百億 所以你講的不清不楚 今天中午前 我們才拿到這一份 也只有第一階段六百億 相關執行的進度 不要說第一階段 不清不楚了 你一千五百億 第二階段 更是沒有任何的說明 除非現在行政院各部會 告訴我 你們怎麼估出來的 涵蓋紓困的對象範圍多少 支撐多久 否則今天我們怎麼知道 會不會萬一不夠 我舉一個例子 為什麼 我們一直在質疑 各部會第一階段執行的成效 相關進度不髒 當然還沒有執行完畢 但是這些優關說 整個效率 你現在馬上又送一個 第二階段一千五百億 那你接下來你要怎麼執行 你匡列這一部分 是不夠 還是要再 我們今天討論要再增加這個規模 所以我認為 這一部分行政院各部會 應該要相關資料送過來 而不是這麼樣的急救張 我們就要這一千五百億 馬上 今天條例通過 因為 我們看到今天行政院 對媒體也講 說如果馬上處理 院長要來報告 預算都已經編好準備好 但如果今天這一千五百億 我們認為不夠 大家討論以後 如果是三千億呢 或認為 認為 行政院現在的規劃 我們認為一千五百億 應該要降一千億 那你現在準備編的預算 是不是要重新來過 所以這部分一定要講清楚 而不是今天大家講一講 條例我就給你 就像第一階段一樣 結果執行成效不髒 相關的 這些資料提供不夠 我想這一部分 是我們一直在要求的 為什麼 要這麼樣倉促 這麼樣擠 覆密可以做一個說明 來 稍兵 是 跟院長以及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 這個問題 當上一次協商的時候 我們大概約六有談過 不過我在這裡要先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第一個 這一千五百億 不是亂編的 那也不是亂沽的 那他基本上呢 他是有一個 根據我們目前財政狀況 以及舉債額度上限 這個考慮 而沽算出的一個額度 這是第一個前提 就是說你現在到底還有多少錢可以舉債 這是要去衡量的 不是說我們想要 編多少就可以編多少 這是第一個 那我等一下這個要請財政部長來說明 那第二個 就是有情勢變更的原則 因為我們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跟各位委員報告 有誰會想得到 我們在編六百億的時候 那時候的疫情 各位還記得嗎 那時候歐美還沒有這麼誇張 甚至歐美都還一片歌舞生平 那沒想到 後來 在這個月裡面就翻天覆地的全世界起了大變化 然後要跟各位坦白承認 我們在六百億預算編的時候 整個預算的規模跟框架 有幾乎三分之一以上是擺在振興 所以呢 在紓困那個部分 坦白講 資源是有點不夠的 所以我們現在院長 他規劃在這個一千五百億的部分 我們加大的力度 擺在對個人的直接的現金補貼上面 我們也參採了我們國民黨黨團委員的意見 我們認為現金發放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可是要用在刀口上 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那這個等會我們可以請勞動部長來說明 這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第一階段勞動部只用就業安基金十六億 可是在第一千五百億的這個部分 我們勞動部就給了三百 我們就請勞動部這邊 我們就要他執行三百億 那這對部長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等會會請勞動部長說明 所以就是跟院長跟郭委員報告 這整個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衡量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編列 那麼要跟委員強調是說 預算馬上就會送過來 我們的所有委員的質疑 我們都可以在預算裡面 一個一個我們要放大鏡來檢視 我們都需心接受 那這個也請委員能夠一起來共體時間 支持我們通過這筆預算 那我們先請那個蘇部長先講一下 舉戰額度可以嗎 還有我們勞動部長 蘇部長然後再許部長 還有院長各位委員 我想我這邊簡單的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本來是600億 那現在要增加1500億到2100億 那按照我們的公務債務法第五條第七項 就是年度的債務流量不能超過總預算的15% 跟特別預算的15% 那這樣一個情況下 基本上我們去衡量的結果 大概可以舉債的額度大概就只有1400多億 將近1500億 所以我們就匡以這個為基準來匡內 但是如果要再突破的話 就要可能會突破掉 因為我們的債務舉債額度是1500億 但是分年舉債不是同一個年度1500億 所以今年1000億明年500億的話 那這樣就不會再受到這個年度流量的限制 那因為我們公共在這個 對不起 因為特別條例裡面已經排除 當年度的這個期待額度的限制了 所以這些部分目前沒有問題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 未來就是說這個會不會跟那個財政紀律法的規範 會不會有所限制 所以我們就是用1500億做一個依據 大概是這樣一個一個說明 農政部長 各位委員 我想說明一下 就在紓困1.0的階段的時候 勞動部是用自有的救安基金 編了41.25億 來針對有雇佣關係的勞工來做協助 那當時候的時空背景 我想剛剛也說明過 當時候只有5萬肺炎的發源 對中國受到影響 我們也沒有想到說 後面整個擴展開來的時候 整個歐美會這麼慘 所以當這個疫情開始 擴及到歐美的時候 其實勞動部也趕快 因為其實當時候委員在質疑我們這個時候 我當時候就有講 我有500億的救安基金 我隨時滾動性的檢討 那我要跟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在紓困2.0版 勞動部因為針對這些需要協助的勞工 我其實不是只有300億 300億特別預算 我是針對自營作業者 還有無一定雇主的職業勞工 職業工業勞工 這個部分用現金補貼 我爭取了特別預算300億 另外我救安基金還編了312億 所以再加上我們那個 如果再加上特別預算 還有一個10億的勞工 貸款的那個利息補貼 其實我整個是勞動部針對勞工的部分 不管是雇佣關係或無一定雇主的 那個自營作業者勞工 我是一共編了622億來協助 那這個是時空背景情勢變更 但是我們隨時滾動檢討 來針對現在疫情的 對就業對經濟的影響 我們隨時來提出方案 來幫助我們的所有的勞工 院長我回應一下 第一個剛剛包括傅民部長 我們蘇部長都談到 預算馬上可以送進來 這個我就要有很大的質疑 現在我們還在審這個條例 是不是真的是一千五百億 還沒有確定喔 立法院都還在協商喔 結果今天你們就一千五百億下去編預算 說隨時送進來 這把立法院當什麼 我們都還沒有確定喔 你就下去編預算 屆時還要預算送進來 還要在蘇院長來報告 在副委要審查 屆時如果審查的時候發現 總共匡列一千五百億不夠 或是認為不應該有這樣的相關編列要刪 但你們預算都編了 但條例都已經過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認為如果今天你就這匡列的總額一千五百億 沒有說明交代清楚 我們怎麼可以就第二階段直接又給你一千五百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許部長剛剛談到 我這裡把公報找出來喔 我告訴你們 那時候我在總職員我說 如果疫情持續或更為延續 現在匡列的四十億不夠了 怎麼辦 許部長說我們隨時調整 我們再增加 我說那從哪裡撥經費 許部長說一樣從救安基金 救安基金的用途就是要來幫助勞工 所以當時信誓旦旦跟我講說 繼續如果需要從救安基金 結果現在我們看呢 不到一個月 就用一句話情勢變更 所以加三百多億 而且還不止 那我要問了 會不會又不到一個月 你又跟我講情勢變更 再送了五百億進來 所以我要了解 你們有沒有做過相關衝擊評估 到底你們支撐勞工夠不夠 舉例來講 你們的安心就業充電再出發 不管是對於薪資差額的補貼百分之五十 或是讓他上課每個小時一百五十八塊 每個月最高一百二十小時 一個月最高一萬八千九 先不要講現在申請人數不到一成了 我們來看 你們先提出來的 對於接下來出入職場的年輕社會新鮮人 你說鼓勵企業 讓他可以僱用這些出入職場的人 給予薪資的補貼 然後你一刀切 老保投資幾句兩萬四還要加入職業工會 你這樣的涵蓋夠嗎 先不要講為什麼切兩萬四 那上一個提句的呢 這些難道不需要照顧嗎 那很多沒有加入職業工會的 沒有投保更多 然後這些不要被照顧嗎 有沒有一個完整的評估 這樣的要求不回過吧 但現在都沒有 就馬上說一千五百億給你下去用 我覺得這個才是今天我們協商的重點 我們要看到你的評估的資料 完全沒有 這樣你要我們立法院 為什麼要當一個橡皮獨長 讓你就這樣過 我不認為這樣是一個正常的民主制度 把立法院當成一個橡皮獨長 我們還是回歸到條文了 我們還是回歸到條文了 講法案委員 從頭到尾 從第一次審查預算到目前為止 有的話講話實際在重塑 但是呢 形勢也不一樣了 不應該再講過去的話 來過去的事情 再來談今天的抗法 我們要談說 你過去講說勞工多偏一點 那時候徐部長講說 就安庭基金 那時候情況和現在完全不一樣 那也過去 然後我們這次有在1500億 裡面當然有招呼勞工的部分 這個不要講 今天還在講這個 有點太過於要工腦的味道 就不對了 我們是理性討論的空間 第二個為什麼1500億 這要從法理商來看待 我看一下 包括你們國民黨所提的法案 包括正面中所提的法案 第11條修正裡面 你們忘記了一個事情 也就是說 你這樣提的法 你們國民黨是提到3千1嘛 你最多可以到3千3嘛 但是這個 這個都是沒有辦法處理的事情 為什麼 第一個 你有排除共產法 但是沒有 你沒有排除財政機的法 好 那在沒有排除財政機的法 的情況底下 剛才蘇副長講得很清楚 這個有流量的問題嘛 蘇副長的流量的問題 頂多到底是多少 到底就是一千百億而已啊 你現在 所以用一千百億 是這樣的 以這樣情況底下 在法理基礎底下 那你要更多 包括你的3千1 3千3 那你又要排除 財政機法第15條了 那才可能嘛 所以現在沒有排除 財政機法第15條的時候 還有問財政機法 只能最多是1千5 加1千5百億 那我算一個數字給大家聽 就知道說 我們今天是不是在 在一個很理性討論空間裡面談 不是在滿國天氣說什麼 評估啊不評估 在這樣底下再去匡列嘛 再去配置預算 勾進我們審查 審查六百億 也不如此啊 對吧 然後 你的數額總額框下來的時候 當然 他怎麼做 他有基本的看法嘛 但是呢 這些基本 基本要怎麼配置呢 那回到什麼 回到這個 這個 預算研裂的時候 訓練宴會大概禮拜四才會通過 他們一定有 等一下大概都有 但是我現在回到一個問題 比較重要就是說 你在這個 你沒有排除財政機法的時候 頂多都是一千五百億 所以你去企業三千一 兩月三千三 都不對的吧 這緊繃就是這樣 因為你這15條裡面怎麼算呢 那總一算 總一算兩兆嘛 那些總一兆裡面 裡面喔 擠在尾度已經五百五十六億了 那現在 這裡面總要早前預算 已經特別預算 我想這個 鳳東京我也非常清楚 總預算跟特別預算 總預算已經擠在五百五十六億了嘛 那特別預算擠在多少 那現在目前維持 就是說總算兩千四百八十億了 這兩兆都要三千多億了 三千多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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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特別預算裡面有什麼 一個前瞻 三年錄了幾千三 第二個 那個戰機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武漢會裡面 上一次已經用到三百了 那第一期用到三百 這些加起來啊 那這一次再加一千嘛 所以這加起來到三千億左右 所以你要把它弄到三千億了 已經三千億了 所以那我們可以擠在額度三千五 所以現在可以擠 如果這樣做 像七百七百幾億了 像七百七百幾億了 也就是說 一千五百億 沒有排除的話 只剩四百七十幾億 換句話說 你要弄到 一千六 二千一 二千二 三千一 三千一 三千三 都一定要 這法條一定要重新調整 我說根本做不到 這個先 先連條件先談完 我們當局團體下的事情嘛 你先連條件沒有談完 你團體下的事情都沒有用嘛 所以你就不用做 你一定要我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不管你三千一 或他三千三一樣 你沒有排除 才是計法定十五條 你怎麼弄 欸欸欸欸 這個很簡單嘛 欸 這個很簡單嘛 因為你一算 本來在公共災約法 二十三條裡面 就是同樣的規定 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最多是再增加一千五百億 那一類 總統 今天要排除可以 我們今天 只要覺得可以的話 那我們就排除嘛 公共災約法二十三條 本來也是規定流量嘛 要有規定流量 你的學法嘛 這樣流量根本不足嘛 你這樣學法更不足嘛 你這樣學法更不足 那你現在這樣學法 同樣的條文嘛 就是加上一個參與距離法定 是四條的規定而已嘛 要排的時候 要排的話 我來講嘛 那 你沒有排的話 頂多就 那個 葵總召 你曉不曉得 財政紀錄法 誰提的 本難提的 我知道 我應付你 當然要弄一個 不痛不癢的啊 什麼不痛不癢 你不 前後矛盾嗎 你剛剛不痛不癢 你現在又要排除 沒有 因為為什麼不痛不癢 財政紀錄法 沒有辦法 陳主任何官員 只能送進來而已 你不是要用財政紀錄法 來卡完這條 沒有 這個 陳平中 其實法定完三中通過了 你現在兩個法 要併你看 排除就好了 就排除三中 一下子 一下子不痛不癢 一下子不能排除 你是哪裡痛哪裡癢啊 我不痛不癢是喔 你讓他懲處官員 啊 那不是 你是哪裡痛哪裡癢 一下子不能排除 你講什麼邏輯都不痛啊 我 我沒說到 我沒說到 不 我承認 陳人紀錄法 那時候我們 我跟你協商 我知道了 所有第15條 游院長 14條 14條 游院長還有我們親愛的老科 親愛的老科 先不要緊張 不要激動 你慢慢講 我們大家都知道啊 我們都知道 這一次的特別條例 只要有特別條例 基本上 就放上去罷王條款 就是排除預算法 6263 就是罷王條款 不壞之前流用 我們主機場就最清楚啊 主機場最近這幾年都經常講話 都踩太極拳 來死去 就是主機場啦 經常講白菜啦 所以問題在哪裡 在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 就可以排除掉嘛 排除 排除財政紀錄法的話 你都可以排除 6263 6263 是多大的事情啊 是 財政部的錢 可以挪到經濟部 經濟部的錢 可以挪到什麼交通部 是這個耶 還有是 刪掉的錢 可以再拿回來 這個不是罷王條款 什麼才是罷王條款 所以這麼清楚 那就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要不要做 你今天去用這個 用這個財政紀錄法 因為這樣說 我們舉採用度去有1500 我覺得這樣講是沒有說服力 就是重點在於說 我們要不要 覺得講委員提的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他體力有道理啊 是不是 第二個 我要講就一起講 第二個 我拜託郵院長 這個 你說你在這裡也都很受大家的尊重 這個我們超會協商 所謂超會協商就是說 是不是要 給我們早餐長一點空間 不要說 不要說是過個場 大家這樣說 這現在超會協商就過個水而已 老柯請了老柯 後來幫你拜託 我都講法律法了 幫你拜託 你們有法律的問題 要把它弄清楚 等個你們兩個 天花板要打開 把他打開 好不好 全部打開 讓我講法 讓我講法 第二個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都很清楚 就是 大家都支持 大家選 全部共 全部打開 好不好 不要 世界的 守護之一 不要蓋茲 他就說 什麼時候結束 他跟朱三民講的不一樣 朱三民說一邊是變得六位 六位就結束了 比那格子說明年秋天 比那格子說明年秋天 你Google一下 明年秋天 所以這錢絕對不夠的 現在變成1500也是不夠 我聽我說 也是不夠 絕對會又第三次來 拍一看 我們兩位時間去做這裡 看一看 你看 什麼一兆五百一十 七千一十 那是融資 那不是 現在是 上次的六百 現在一千五兩千一嘛 加一個四百一份 幾幾的 那是 那幾的 所以 針對的中國是 兩千一嘛 對吧 兩千一哪有夠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是兩兆嘛 對不對 所以幾趴 就像這樣 幾趴嘛 所以 我們GDP 我們GDP十八兆 我們GDP十八兆了 所以五點多趴而已啦 跟世界比都不夠啦 這個東西 我說 什麼時候結束 我們天才的主機長 我叫朱澤民 他就說六月啦 六月就結束了 好有到天才咧 啊 旁邊蓋子 是說明年的秋天啦 所以我說 現在 大家是要自己擁護 變越多 行政部不是越好 行政部不是越好 對不對 沒有人在撤後腿 我們需要 給你子彈 老實說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樣的 在野黨啦 這裡走的在野黨啦 說 啊你不要搞錢給你 錢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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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送給你這樣 所以 所以讓我講完了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 我們有這麼大的成績 希望多邊一點 所以希望 我們的一點意見 等一下後面有一些我們的意見 加緊採納一點啦 拜託來 我馬上回應你的意見好不好 好 我馬上回應你的意見齁 我也一樣的 這講親愛的我很少講 親愛的 這個齁 那時候我也是一個 可以尊敬的 執政委員啦 那這個用詞 我們先精準一點 今天黨在這裡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在野黨都要給你錢 這個我不否認大家 共同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武漢肺炎 剛才講說 諸澤民講說 我從來沒有聽過講過 但是呢 但是在這個場域裡面 第一次 預算學章的時候 鄭民總統講一句話說 來來 所以講了一句話 這個什麼時候結束 沒有人應的 沒有人知道 所以 所以 我們剛開始 審查預算的時候 條例的時候 到現在為止 只相當一個多月而已 預算執行超過二十幾天而已 但整個疫情的情況 完全超乎任何人的想像 這個 沒有意外 大家把它當作 另外一種形式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OK 那我們 因為 未來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當然 行政院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會在4月2號 營修的時候 開一個宴會 結果趕快把錢增加到一兆零五百 那這個情況就是說 在可以 目前的法條裡面 沒有排除 沒有排除 這個財政規法 第十四條的時候 到底就是一千五百億 好 那今天大家同樣的心情 他說錢比較多沒關係 那我們就把這兩個都打開 公財法打開以外 財政規法也打開 把流量也打開 存量也打開 那這樣的話 我想在預算編列上 不管你的三千一 或者兩千一 三千三 那都沒有問題 我現在要告訴你 你現在是這樣的法 在這裡一定要打開 沒有辦法 打開 打開 我建議大家這樣 所有人都同樣的心情 我們要把這第二代 我們希望傳到很多成績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 在看說 你以為現在要追加預算 今天這個 叫你的計劃 馬上被選 以後的預算是怎麼偏 大家要趕快 忘記乾淨 看得比較快 看得比較快 頭上的因為 你要了解 所有的預算 都要去什麼 都要有程序 我提到 剛才那個 曾經們講過文化部 就好 文化部長 剛才我看了 曾經院部長 來行政三千幾間 三千幾間 真的不算 你來看這間 合法 沒有合法 都看不看 已經有人去討論了 所以這樣請停一下 我是不是這樣 我提一個建議 那條件大概想一想 就是說 這種數 我們現在是兩千一 然後呢 要增加的部分 像我們前三一樣的協法 第二期不要超過第一期 環球兩千一 最多給你到四千二 這樣的話 你會把你的三千一 三千一三千 全部報進來 這樣一個立法 在第一項裡面把它改好 第一點 當然排除的部分 除了排除那部分 讓包含橋環裡面的 一三百六十三條 彈數把它化掉 我是贊成的 好不好 六十三條 彈數把它化掉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那把屋頂打開也可以 環境法第十四條 打開也可以 現在把第五條 第五條 第七項打開 那個本來就打開 好 那這個總數要怎麼用 我們弄一個 我有看法 假如這樣弄的話 我希望就是說 現在到兩千一 未來要追加的部分 你不能超過前幾 就前三種學法 這樣就是說 最多四千里 但是 你裡面三千一 三千都不夠 那我們現在先 第一期這樣子的話 以後要追加的時候 再送預算來 這樣的話才有彈性 那我希望大家想一想這個方法 這樣好不好 好 我簡單回應一下 第一個我想很關鍵 我們在質疑這一千五百億 你到底怎麼估算出來 你是根據 財政紀律法第十四條 整個舉債額度 你把它因為可以這麼高 所以你編到滿 是這樣嗎 還是應該是錢用在刀口上 去盤點現在急需紓困的產業勞工 他們需求多少 你有個鈣菇 你才能 匡這一千五百億 而不是因為你知道 舉債上限這麼多 你把兵到主 不是的 匡到主 不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今天你送進來一千五百億 行政院之前記者會 你也有說各部會 大概要怎麼運用 勞工部三百多億加多少 交往部官方產業疏困多少 好 分這一千五百億 我們認為 要比一千五百億高 增加一千億 是特定用途 特定用途 直接發放現金 這在我們的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項很清楚 立法理由也非常清楚 就是用來直接發放現金 排富 根據重手稅急劇 一定收入 一定房產 所以估一千億 特定用途 所以這個是非常清楚 而不是說 要你打開上限 你們要怎麼運用 怎麼挪用 不是 所以這兩點是很關鍵 結果我今天很納悶 我竟然聽到說 你們送進來一千五百億 是因為你們可以用這麼多 所以送一千五百億 既然是這樣 而不是去盤點以後 知道哪些需要協助 需要輔助 需要補貼 你們竟然不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民眾是 睜大眼睛在看 我希望行政部門要說清楚 來 政委委員 我今天說明一下 謝謝那個獎王委員 跟很多委員在提示 就是說這筆紓困的 包含振興的這些六百億加 可能的一千五百億 到底要用在哪一些人 如果我們回過頭去看一下 觀察一下二月底跟三月初 我們在省那個六百億的特別預算的時候 那個時候 國民黨先提出五百億 如果那個時候 民進黨就提出兩千一百億 或一千五百億的話 你覺得會過嗎 當然不會過 所以那時候行政院也是 會覺得說只有供應端中國出問題 台灣還有替代效應 所以沒有歐美現在消費端的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是行政院很省 如果那個時候真的 編個兩千一百億 你們會過 我真的是輸給你們 那現在去講說 我要用在哪裡 錢要拚命渣 就好像在講說 我們送醫院跟診所 去送他那個 送他那個禁坪上面寫高棚滿座一樣 今天不管給多少錢 我們都希望用不到 不需要紓困 然後不需要去救濟 都希望用不到 但是現在六百億加一千五百億 那不是像蔣安委員講的一樣 都沒有盤點過 那差不多幾年也輸給了 全年的需求包含勞工 包含企業 包含政府的舉債的上限 盡量在那個額度裡面 流量去算過 所以剛才那個財政部長有講 今年再一千億 明年還有五百億去用 這都算過了 然後盡量不要排除掉 剛剛講的財政紀律法 跟那個公債法這邊 這狀況 所以是整套都算過了 我們現在遇到的狀況 我們就把它當作說 遇到SARS加金融風暴一起用 那用起來大概就是這個額度 所以剛才柯建平總召講的 如果每年遇到的狀況都是這樣 明年還沒有辦法回合 還沒完轉 大概就是這個財政流量 加上大家的需要 兩千一百億加兩千一百億 這個是合理的 這個是合理的 那另外剛剛蔣安委員 某種程度講到是類似消費券 大家在奔 然後再用排除 消費券被證明無效了 大家政策的選擇是不同 所以現在我們都包含勞動部也好 包含經濟部也好 大家都在做選擇 所以說哪些需要紓困 快放下去 那不是說大家人人有獎 最好是不要領 讓你更多也不要領最好 對不對 這個要調整一下 不是叫診所跟醫院高棚滿座 這個心態有問題 好 那現在 李委員 我們要提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會主張 要發現金不是振興 是紓困 是紓困 所以要排富做紓困 現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非常多國家都這樣子做 而且我就舉一個例 就以剛才民眾黨說的 我們以勞工來說 目前對職業工會的部分 拉個兩萬四千的標準 那我就想請問 如果按照中位數來說 應該是三萬五千元 如果勞工 那為什麼今天兩萬四千的 他能夠拿三萬塊 那我投保急劇往上升一級的 為什麼他就沒有 他要照顧一家人 烏口人啊 他難道會比較不需要紓困嗎 會比那個拿兩千兩萬四的 他可能只有一個人 你覺得誰比較需要紓困 所以如果按照現在的這種的標準 做下去之後 真的叫掛一漏萬 或是有很多勞工 他非常的弱勢 根本沒有投保 那這些人就沒有辦法被我們照顧到啊 那這些勞工不是更邊緣嗎 所以今天為什麼說希望紓困 排富 然後發現金 按照所得級距 我覺得真的是有他一定到 也才是及時雨 立刻讓大家能夠有一筆錢 其他紓困可以做 但這個我們覺得才正在照顧到 所有需要照顧的人啊 要不然你現在這樣下去之後 為什麼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 那難道只有這些人需要照顧嗎 我覺得這下去之後 這預算會沒完沒了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還要再檢討 今天這個一千五百萬到底 一千五百億到底合不合理 再說就是說 目前也要三萬 三萬說三個月 這三個月是從哪時候可以起算 如果說是從一月開始起算 那我們現在五月六月七月 如果疫情繼續持續的話 那要不要一個月再一萬 像這些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到底行政院的想法是什麼時候 我們怎麼樣來決定今天的金額 所以我就要更清楚的資訊給我們 我們才有辦法來決定 要不然真的我覺得 國民黨擺是最好啊 大家都先發一筆錢嘛 按照集聚牌付 然後呢來發 然後大家都先一筆錢拿手做紓困 所以請可以採納我們的意見 我要呼應我們書記長的意見 所以一開始我就在說 總共為什麼我們希望你 這一千匡內這一千五百億 你要有一個計算的基礎 有一個評估啦 就是說我們中央政府在 投編總預算的時候 你還是為什麼我們中央政府 總預算的規模是多少 今天你假設我們有經過這樣的評估 我們確定這個是兩千一百億 那你經過是什麼樣的一個計算 基礎的一個評估 那即便是我們今天評估錯了 因為整個情勢沒有辦法控制 那我想我們在做追加預算 或者第二次的振興預算 我覺得社會大眾跟立法院 大家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要再一次呼應我們書記長的意見 就是說不關係安裝 我們今天投編總預算的規模 你兩千一百億的計算基礎在哪裡 我們匡列兩千一百億 你一定要有一個計算基礎 或就像我們在編列總預算的時候 要匡列它的預算規模 是根據什麼樣的基礎去計算出來的 我想今天應該先把這個確定下來 這樣子我們將來不管碰到什麼狀況 我們對社會大眾朝野各界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很清楚的解釋 所以我希望在匡列預算的基礎上面 還是希望你們做一個 預估的數字出來 第二個我非常謝謝今天在朝野協商過程裡面 對於我上次所提到的 預算編審的助度跟精神不能這樣處理 因為你這樣子等於破壞我們憲法裡面規定的 立法委員對行政院所提的預算案 不得有增加支出的提議 那我們審議完以後 你又可以增加支出 那立法委員在審查到底它的意義在哪裡 那跟預算法的精神到底有沒有違背 所以我當時就一直強調說 我們不能這樣做不能這樣做 我謝謝大家今天可以同意這樣的意見 但是我還是要再補強一下 就是預算法第62條裡面的 這個機關別之間的流用 我還是再一次呼籲 我們破壞這個壞 我真的我覺得這樣不好 留給我們後面的立委 跟大家都有一個消滅 不然別說我們在這次人破壞這個 機關別都可以留用 他有這個事情 從來沒有過 你用說剩餘分 871萬的選票 結果 醫生借多來頭 這個機關別可以留用 這樣就不用變 我們變一個腫脹就好 這個是第二個 我想我們還是要做一個補強 第三點 就是我們非常謝謝那個柯總長 你剛才說的 財政距離法裡面 其實跟我們所謂公共在乎法的 23條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排除23條 當然我們在財政距離法的第14條裡面的 有關流量跟存量的規定 這個大概大致上都有 但是今天假設說我們評估的結果 真的覺得我們的 特別那個那個第二期的那個 武漢肺炎的這個特別預算 我們覺得它的額度應該是要到3100億 我們就把這兩個都排除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是經過精算過的 這個我覺得我們都把它打開 就是你剛才說的嘛 這是第三點 但是第四點 我還是一樣要呼籲我們 書記長跟林委員的意見 就是說我們這次在整個 我們所提出來的修正案的主要的精神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認同你們所評估的2100億的 第二的總總預算的那個特別預算的規模 但是我們希望說你把你們依反季給的1400億 你們也把它全部都匡列出來 不然我來講你們林工齁 不得客啦 你們依反季給 現在跟我們講依反季給有1400億 林工你們特別以上開不來 你們都開特別的依反季給又沒有了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要把這一些 我們的三千五百億的總預算規模 跟依反季給的1400億 還有我們七千 我希望你們還是要把它整個類出來 我們以後都不會太多啦 這個是應該要這樣做比較完整啦 我們今天在朝委協商裡面 還是希望說有一個比較強而有力的計算基礎 然後我們比較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縮鐵嘛 讓朝委各界讓立法委員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都可以都可以了解嘛 基礎我們私企長在講的 我們核心是我們希望說加發一千億的現金 其實我們這個是稍微有一個 就是我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就在沒錢了 就需要這條錢叫做紓困嘛 你如果要是給他紓困你有這筆錢 你要叫他這筆錢再拿去消費 去搭配他的coupon鍵 這樣是不是我們的主席消費啊 有啊 我們紓困也達到目的了 這樣是不是可以更多 就是我們在現金給他 現金給他他可以用這些現金 又去配合coupon鍵去消費 又增加我們民間的消費 這樣我們的經濟成長力是不是就更高了 所以我想 書記黨我們主要的精神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一次要加發現金的目的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大家在這個經濟很困難的當中 甚至於我們沒有薪資的情況之下 我怎麼可以拿這些錢去搭配coupon鍵去消費 那我講一下好不好 請總召 柯總召 我想 針對你最後一 你現在談很多議題 我們現在把很多題目 分開拆開講清楚好不好 這一次也有加發現金不是沒有 這1500億裡面有1035億是要發現金的 但是他直接給弱勢的啊 給欣賞的人啊 不是這樣大家才搭下去啊 所以要搭配coupon鍵就是我們現在的做法啊 我想你現在已經回到我們的做法來了吧 當然你現在 你等大家像蔣安講的 信心都部分發下去消費券 但是那個有錢人就放在家裡嘛 不差那個吧 然後呢 你聽我講 還問好 OK 那但是呢 有個問題啊 我們 我們現在也是有發現金 是給需要的人 要把它弄清楚 我們現在打開coupon兩個都有 coupon是能夠誘發出來 誘發出來 有 他 他要一定比例自己出錢嘛 這樣才能夠把商業佛樂起來 我們把整個題目先弄清楚 我們沒有 沒有不發現金 等一下我講 頂期內說明清楚也可以 這個限定超過一千零三十五 他怎麼配置 第二個 第二個題目也要講清楚喔 第二個題目剛才 剛才 翁翁軍啊 你剛才說的 有一千四百億 一千四百億 一千四百億反氣息 哪一個也有相互的 那怎麼一反氣息 那個都有 那當然都不會 可用的基金 五百二十幾億 國發費 還有增加這個協助 創投等等 那這 那是一反氣息都有 可以說明清楚一點 我想行政部門必須把它說明清楚 第三個題目就是說 我們今天 回到一個 為什麼一千五百億 剛才講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說 整個流量上面 最多能夠一千五百億而已 好 而且有五百億是明年才能夠 才能夠使用 否則早就爆掉了 所以今天大家 要同意把它打開的話 那當然 這個 這個整個流量 可以談嘛 但是我剛才同意 我們應該是 大家 漸漸有共識了 那都是要為了整個 整個疫情的變化 我們如何好好去面對 所以我們應該 稍微收斂 而且理性來談一些題目 我們不要把它打開 不要把它放鬆掉了 好不好 請陳委 主席還有各位同事 因為上次那個 在討論紓困條例跟預算 在預算之前 我們也是同樣的問題 就是針對六百億 希望行政單位能夠把 整個大概 讓我們先知道 跟剛剛大家 我想國民黨團提出來的意見 都一樣 那我是個人是認為就是說 行政院可以先擬一個 大概的那個規劃的量 然後也可以說這個 還沒有經過行政院去核定 就是可以先提出來 因為大家就是這樣 要求這麼久 討論那麼久 就是我是覺得不太需要去這樣子 每次都這樣子來浪費時間 所以就是 是不是行政院可以 將你們目前已經 討論好的一些大概的那個規劃 讓我們知道一下 我想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樣是比較清楚 行政院到底這1500億要怎麼使用 我是這樣的建議好了 我先回應一下 因為剛剛包括柯總召 包括鄭委員都提到 這個發現金的事情 我要很強調一點 現在政府說 我強調不管是Coupon券 振興抵用券 都說是要刺激消費 鼓勵大家去夜市商圈 助理宿 但是那個是振興 而且那個是要在疫情結束之後 做的振興 我們強調直接發放現金 才是現階段最重要 迫切要做的紓困 大家在討論紓困 民眾我們制度設計排富以後 拿到這筆錢 不管是一萬八千 他可以馬上生計造成困難 幫孩子繳學費 付營養午餐 支付水電費 這是迫切他們需要 因為現在無薪價人數飆高 將近要一萬 失業人口也陸續增加 不斷裁員 更不用談其他的黑數 這些迫切需要的 為什麼政府不來做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條例 認為應該加一千億 特定用途直接發現金 我們是有計算基礎 但是行政員的一千五百億 並沒有看到任何資料 你的匡列的基礎在哪裡 連基本的資料都沒有 那更不用說行政經濟部官員講 估碰券會有四倍的效果 但是你要先拿為了一千塊的折扣 掏四千塊出來 這有沒有想過民眾 有可能接受嗎 當你生計困難你會貨 我要為了一千塊 我要先掏四千塊出來 我連口袋錢都沒有 怎麼可能去使用 我覺得這一部分 我要先講完 所以這一部分 行政院 不要沒有 這樣太沒有禮貌了 我還沒講完 請讓 請主席好不好 請主席 請主席需要講完 所以現在行政院 講說 Coupon券 抵用券 還要設這麼多限制 我認為 到底有沒有了解基層的心聲 到底知不知道民間的疾苦 到底知不知道現在迫切需要的是什麼 如果都不知道 沒有一個計算基礎 今天送一千五百億進來 就要立法院通過急救章的要處理 把立法院當什麼 所以我們再強調 一千億是有計算基礎 指定用途 如果說 這一次 大家要討論 財政基礎法的問題 那我們就特定一千億直接發現金 指定這樣做 代委員 謝謝 謝謝 有院長 這個院長會討論 朝野協商 基本上結果是 都執政黨的用 所以 就讓我們多講一點 我覺得這一點要肯定主席 讓我們再講 多講一點 執政黨基本上就是 你們的行政部門出來 可以少講一點 基本上後來有2年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要強調一個東西就是 各位想一想 我不知道主席長 能不能回答我問題 我們第一個階段到現在用了多少錢 用了多少錢 用了多少錢 不管怎麼樣 那不準 那農委會就不準 農委會就不準了 農委會 那貸款的 都支出回來 那不對 我要講 我跟主席報告 跟大家報告 今天來講 我們講 我們現在討論到現在為止 我們聽到的是什麼 那種TOP檔 然後說 喔 因為 我的 我的財政機率法 我的上限 就是到1500 老百姓這樣會給我們命 欸 你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我們一定是說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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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是BOTON UP 說 鞋子 咬咬咬咬咬咬 沒有 這裡目前是沒有 目前 聽到這幾個面子下來 那種感覺不好啦 感覺不好 第三個我要強調 就是說 我們這裡還有自由用 不是沒有自由用 所以我是具體建議啦 我具體建議 剛才那個陳委員講得非常好 陳教法委員講得非常好 我非常同意你講法 就是說 你不要體驗一下 大致上的方向 要怎麼用 跟我講一下 這個資料現在基本上是沒有看到 所以說 是不是 你這麼急著 在明天要通過 明天通過 本來 我們的老哥是說 對話說的 Google都看過 他說是 17號要通過 我就跟你打一打 就說 真正有效率啦 結果 你又不滿意 我說 我這小小小 你要給他提前到禮拜 要提前到禮拜 我是說 是不是讓我們消化一下 這麼多錢 人家外面也說 這樣你 有金錢 你會有金錢 你心 不然這樣 含著含著 這麼多錢就要過 這是第三點我要講的 第四點我要講的東西是 我們國民黨這裡是 完全支持我們講委員講的 要打開 我們就是說 不要說 現在兩千億 再打開也是 不然這樣子 我感覺不好 我們不要第二個階段 不要加那麼多 就是第二階段 最多加一千億 打開的時候 最多一千億 這樣 這樣比較不容易 這樣也比較不容易 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 我要講最後一點 今天這個疫情 真的像旁邊 這是說的 講到明年的秋天 我告訴你 四千億也不夠了 絕對不夠了 真的 那這樣 四一片 但是 你要想說 SARS 我們說SARS就好了 SARS就變五百億 結果變了 用一個月就算了 執行率不夠六成 五成多 沒有了 五成多 整個來講 所以說 這個錢 只要我們相信 行政部門 相信立法部門 我們框這麼多 他用不了 腳褲喔 這個不用擔心啦 這個就用不了腳褲嘛 所以說 用不了腳褲 真的如果到 說 真的跟美女 不要說美女的秋天 你跟美女的殺鬼 死一片 這次不夠了 四千億也不夠了 所以打開是有道理 但是 現階段 我覺得是不是大家 這麼多人一步 我們就 來尊重 蔣委員 好不容易的年輕人 想像這個 是不是跟他 跟他支持一下 打開最多的先例 你說年不要給他支持 年輕人說得有道理 才會支持 有道理喔 很有道理啦 很有道理 沒有啦 一 講 有道理才有說 具體建議 那你講什麼樣的話 都說幾次 都說幾次 好啦 好 很感謝主席 現在才能來接一下 他說 我聽大家這樣說 我學習很多 我也在聽 我也在做筆記 四千億也不夠 所以呢 我們依照預算相關的條例 就把它編到上限 我想 大家都應該有共識的 第二件事就是 一直在講 沒有發現金 一直在講 沒有照顧弱勢 一直在講 沒有照顧勞工 這個表格 跟我們手上這一本 下到有夠勤奏 你們可以翻到第三頁 第十頁 第十七頁 還有第十八頁 先大家再報告一下 真正最弱勢的部分 我們就編列了四十億 因為這些可追蹤 可發放 可以直接到位 到他們的戶頭 連續三個月嘛 要給他們這些 挖下去的人 要讓他們挖下去 他們既有的這些相對應的補助 已經有在走了 那我們還有相對應的弱勢補助給他 接下來 薪資補貼 我們看現在很多旅館業者 導遊的 現在都給他們做一些上課 然後甚至有終點費等等 希望說不要變成無薪假 讓他們還可以持續下去 此外呢 針對非旅遊業的 廣大辛苦基層的勞工 拜託不要擋這一筆預算 大家也等不了了 我們這邊編了419億在這裡 還有擴大就業 以及剛剛有講到的減班休息 減班休息 那我在這邊講一下 你們一直在說 為什麼當時候是編600億 那為什麼現在要增加 上個禮拜 全球因為肺炎死亡的10萬 現在一個禮拜過去增加到11萬 誰都沒有辦法掌握掌控 死神什麼時候來到我面前 死神什麼時候 把人家的肺挖走了 所以在這裡要辛苦 要跟大家拜託一下下 我覺得這些都是救命錢 救命錢要趕快到位 救命錢要趕快發放這樣子 好不好 那最後一個東西 就是台幅現金 我覺得這樣子發 一花就1000億了 我們這邊的上限也才2100億而已 我們就用現金發出去 那請教一下 真正這樣子有幫助嗎 我們錢都要花在刀口上 我想現場的委員可能都比我更專業 你把錢這樣子整個抓出去 沒有花在刀口上 沒有針對現在管理學最流行的一個字 叫痛點痛點痛點 你沒有針對痛點去處理的時候 那等於就是噴霧式的把它灑光了 所以請大家一起支持 請大家一起支持好不好 拜託一下謝謝 因為剛剛你們在講 要花1000億發現金啊 我剛剛 增加1000億 增加1000億 買買買買買 這個東西我覺得 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啦 那我們再看看 全球 以美國為例來講 這一次的肺炎是超過SARS加911 加上金融海嘯的攻擊性 所以全球都在受苦受難 台灣能夠走到今天 都是我們大家不分藍綠 不分各個黨派一起努力來的 我們希望快速通過 以上謝謝拜託 江委員 第一個我先回應一下何委員 2月6號我最先提出 特別條例特別預算 做紓困 但第一個跳出來反對 也是何委員 現在我們希望再增加1000億發現金 我也希望說何委員應該 來聽聽民意順利潮流 第二個 這一次紓困2.0行政院 增加的規模 一兆五百億 一兆五百億 這一兆五百億是 現在我們討論的一千五百億 在特別條例裡面 有九千億 現在行政院就已經可以再做 就已經可以再做了 我們也完全支持 行政院你們紓困2.0 一兆五百億裡面的九千億 百分之九十 趕快加上你們第一階段六百億 還沒有用完的 趕快執行 那我們希望是就一千五百億 這十趴好好大家來討論 那這段過程至少行政院 你就一千五百億 百分之十這一部分 相關的預估基礎 蓋編相關各部會的計畫 送過來 我們才能在條例知道 我們現階段給你一千五百億 是未來可以真的幫助到需要的人 錢用在刀口上 九千億 趕快啊行政院 我們支持 趕快用百分之九十 馬上可以做 不差這幾天 所以我認為 為什麼我們相關的資料不給我們 為什麼急著 這麼快急就張 那麼草率衝促的要過 相關就急就窮 九千億加上第一階段 六百億 還沒有用完啊 對不對也才一個月啊 這不是行政院你告訴大家的嗎 所以這麼清楚 我們希望不要 我們要針對在野黨 勘緊人民荷包的立場 給我們扣一個大帽子 一千五百億 一千五百億 為什麼沒有理由 可以好好來討論 好好地來幫人民 勘緊盡盒包 好好就紓困計畫 絕對要用在錢 錢用在刀口上 這樣的立場 我們要堅持 我想這絕對不是只有在野黨 執政黨也應該站在這樣的立場 不是嗎 好 我要講一下 來來來來 是這樣 很感謝我們在野黨的黨團 提出這麼多寶貴的意見 但是我們事實上還是要重申一下 今天我們超越協商的是 特別條例是法律案 如果說今天我們討論的是預算 那根據四字391號的解釋 立法院不得為支出 增加支出之決議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連條例 會連預算一併談呢 因為今天我們條例第二波的修法 只修兩個 到目前為止 行政院版只修九條 之一 是要讓這些紓困的所得免納所得稅 第二個十一條我們要擴大額度 那我想我們超越黨團 我們站立法院的立場來講 今天立法院通過這個特別條例 它包含三個部分 第一個它賦予行政機關 在防疫上必要的作為的緊急權利 第二個它指定行政機關 做紓困要做的內容 但是第三個呢 我們是框了一個預算 給行政機關去做這件事情 包括最後的振興 但是我們在特別條例裡面 對於振興沒有特別的琢磨 我們只有對防疫所需要的緊急權利 對於紓困所必要的補償跟補貼 我們要求行政機關作為 好了那行政機關它怎麼說 行政機關說它做這要600億 坦白說我們立法院應該是用最少的錢 達到目的就好了 但是本院我們上次也同意 按照行政院所需要做這些事情的 600億我們給它了 那這600億怎麼來的 其實之前行政院說明了 就在以不增加新增債務為前提之下 籌錯600億 同時摻著上次的SARS用了500億 還有剩餘的情況之下 很保守的去提出 但這600億的規模現在看起來多少呢 在美國他用兩兆兩兆兩千萬的美元 高達他GDP的10.7% 日本高達GDP的19.9% 如果說我們這次調到了3500億 包括以緩季級的話 3500的話也不過是GDP的2%而已 如果拿走以緩季級 只剩下2100億 差不多是GDP的1% 如果我們立法院同意 行政院能做到紓困特別條例 當中的振興跟紓困的部分 我們認為給他2100就夠了 那我們行政機關就要根據這個額度 去設計他們怎麼去執行 但是今天呢 有在野黨包括鄭民眾委員提出說 2100億恐怕還不夠 因為看起來跟各國比較起來 我們的GDP適用的力量 在紓困跟後來的振興可能動能不足 所以曾委員提到了 甚至要到達3300億 但是你的說法是說前面是2100億 後面必要的時候可以增加到3300 那剛剛我們是 柯總長也提出了 如果參著我們曾委員的意見 那有幾個問題 為什麼行政院這次提出來是2100億 是600加1500 是省著到我們的債務可取債的餘額 今年還有1000 明年還有500 所以呢 行政院根據可用的最大極限 提出了2100億的預算規模 不是表示說我們立法院要給他用這麼多 但是如果我們立法院同意這麼多 那我們當然希望未來 行政院應該在2100的額度內 把紓困 防疫跟任務的振興好好的做 但是最好不要用那麼多 我想我們每一個委員都表達了 2100億 這是在今年跟明年的可舉債的額度內去完成的 但是如果曾委員認為2100億還是不夠 那我們覺得呢也可以來支持把第二期可能的額度擴大 但是呢如果第二期要擴大超過的舉債額度 就必須在11條裡面特別是設計 所以柯總道代會表達 我們希望說如果結合了在野黨 希望給比較大的額度 讓行政機關把防疫紓困跟徵薪做好的話 我們也支持 本來的這2100億 並不是我們認為說非給2000人做得好 是行政機關審卓舉債額度還有這麼多 如果要完成我們歸院交付特別的內容 他用這麼多 那我們也支持 所以是不是未來可以請我們在野黨支持 如果要給行政機關比較大的額度 去完成我們特別的調理規範他要完成行為 那麼額度給他 預算送進來 我們嚴加審查 以上建議 好 我們現在就請行政院中國說明一下 謝謝院長 跟各位委員報告 剛剛我們國民黨委員所表達的意見 非常令人尊敬 是因為確實你們所提出的 發放1000億的現金這個概念 我剛才一再重複 在我們這一次追加的1500億預算裡面 當然我們所提出的 對個人現金的發放 剛剛何治委委員有大概有幫忙表達過 那麼我在這邊也可以 待會我把正式的表格提出給委員們參考 我們在薪資補貼的部分 就是可以補貼那種快要倒閉的小商家小餐廳 可以補貼你的員工薪水 4成 你在發不出薪水的時候 他的照顧人數大概是80萬 預估的預算數大概是419億 第二個是自營工作者的補助 一個月1萬塊 這個就是等一下勞動部長可以說明 他的照顧人數大概是110萬 就是針對有家寶職業工會的 預估預算數是336億 第三個是弱勢補助 就是針對那種貧窮線以下剛才林一華委員所說的 排富的 而且是那一種中低收入的 他的每月增加1500塊的補助 照顧人數是87萬 預估預算數大概是40億 然後第四個是減班休息者的補貼 他的減班休息 然後第五個是擴大就業照顧失業者 這兩個的照顧人數大概超過25萬 一個預算數是60億 另外一個預算數是180億 總共這樣下來 就大概到達1035.2億的規模 所以這個表格我等一下提供給各位委員參考 那麼要跟各位委員報告是這樣 就是說在這一個的預算的 這一個編列的這個基礎上 這就是我們參著 不是只有說那麼僵硬的 由上而下 只因為說我發展的規模只有這樣 所以我才編這樣 我們這個完全確實是由下而上 而且是在把錢用在刀口上 這個邏輯去處理的 那跟委員解釋是說 其實委員們所講的 發1000億的現金 這個概念其實真的不錯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採用 只是我們現在是要審核制的 是因為希望把 因為錢用在刀口上 而不是用這種天女上花式的 這樣子的煙火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發放方法 然後再跟委員們強調 如果委員們覺得 其實我剛剛就是說 委員們所講的這個發現金的方式 這個也不是說不行啦 也許未來我們可以參考 因為它怎麼樣呢 它比較類似於就是我們現在所要做的 coupon券這個東西 coupon券這個是在振興時期才要做的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它在600億裡面只有編20億 現在在1500億裡面只有框100億啦 那基本上它是還要去做陳述效果 那樣子的擴張啦 那它一定要在振興時期才能做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振興方式 那個可以在疫情比較後期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 那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參財總周所提的 我們把它那個上線打開 我們彈性來處理 也許到那個時候 我們就來這樣編 這會保留一個可能性存在這樣子 那以上請委員參考 謝謝 好 等一下 那個服務 就原來行政院的提案 然後再加上剛才幾位的 你們稍微文書再整合一下 整合一下 一方面整合 右面我們現在請賴委員 謝謝 謝謝院長 其實我覺得大家講的方向 是慢慢去一致啦 那個何複密可以聽一下 還有我們何委員可以聽一下 剛才你的版本 你的手版上 我通常接受 如果你把這個 蔣委員的加的1000億 其實你是1035 這兩個基本上是一樣的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如果疫情繼續持續 按照你的邏輯 把它再延一倍的時間 比如說我原來發兩個月 我就變四個月 原來發一個月變兩個月 就一樣的意思啦 所以基本上 你們兩個並沒有衝突 並沒有不一樣 大家可以說 來我加1000億 他這個講法 你這個講法都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呢 對不對 你1035嘛對不對 你就說 我這裡有這一塊 那裡有那塊何複密 剛剛講 這裡這裡一塊 那裡一塊失業的補助 什麼的 無薪假的補助等等的 那這些 我把時間加一倍嘛 如果疫情結束就沒有啦 所以也沒有浪費啊 就不是把原來的規劃 時間加一倍 就是1000億了嘛 就是 就是講話 講講話 講講的 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只是把你們修正 就是我們講出來 大家出去 何個人而治啊 他的講法 其實跟你們講話 其實是相當的接近 各位想一想 我們的勞工多少人 大概1000萬了嘛 對不對 1000萬了 一人一萬 就1000億了 你說好 排富 那排富把去掉一半好了 說有錢的一半啦 去掉 像五百萬的 一人兩萬 就1000億啊 對吧 這沒有很偉大 沒有很大的爭議啦 老實講 但是看法沒有很大的爭議 沒有很大的不一樣 這講法不一樣 他的講法 其實跟他的講法 裡面很多是重複的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只是說 你現在1035的裡面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不夠 就這裡面來講 他的1000億裡面 很多是 跟你是重複的 裡面剛剛提到的失業啦 好 跟我說了 失業啦 減班休息啦 是不是 還有極弱勢的啦 這些都包括在這裡面 等於他再按著 他不再加上去 就對弱勢 我們覺得 目前行政院規劃的 不夠 我們希望再加強 啊你而已而已 你想起 啊你出力 大家都一樣 講我都一樣 那個賴委員 跟蔣委員 是我們尊敬的 你們都是 呃很精準 很專業 但是 我們想 討論到就是說 我們雖然有牌付 但是一人一萬塊 我不太清楚說 我們有沒有真正 幫助到 要幫助的人 就你的成功而已啊 而且這樣一人一萬塊有一點 你要多久 是一次嗎 還是一年一次 按你多少就多少成員 你的助數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把錢真正 要放在真正需要資源的人的身上 而不是這樣廣發 因為對我們來講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每個人這樣發錢是最簡單的 但是這不是政治 這也不是管理 這也不是 你沒有給我講法 你出去就做你的講法 說一倍的時間 啊他出去有他的講法 這樣我講一下好嗎 各位 我想講一下 我現在談到這裡的時候 逐漸有共識啊 那我公司的時候 我現在把條文寫出來 包括兩文資料 請問大家先看一下 用這個來講啦 好嗎 好 現在已經 有引擎了 都給了 這邊 這一張嗎 這一張還有一個條文 兩張 條文 條文 現在 現在 行政院 就把大家的意見 做一個整理 好 也謝謝行政院啦 剛剛發下來這一張 這個 你們所謂的 包括薪資補貼 進行工作者補助 這樣好不好 我只要配合一個條文 我簡單回應一下啦 因為謝謝行政院給我們 這張 現在正對條文好了 因為他們連條文都知道啦 條文也是根據這個來嘛 沒有沒有 不准那個 對 那我先回應一下啦 因為 條文裡面都有 我將會黨的 這個條文 都放在裡面啦 副委員長 交換一下意見啦 薪資補貼這邊 你說補貼四成啦 但是如果 這些勞工 他本身就存款 兩千萬 是不是 你們也要補貼 四成 你們也沒有 也沒有制度設計 沒有排除 第二個 自營工作者 很多攤商 他可能賺了很多房產 這個部分 你們有沒有考慮進去 在我們的制度設計裡面 一定存款 一定房產 是排除的 我還沒講完 再來薪資補貼 你更不用講 如果照平均薪資三萬塊 補貼四成一萬二 他如果一家有五口 尚有父母 配偶下面有兩位孩子要養 夠不夠 這些 才真的是 沒有 叫我們直接發放現金 比照國外的做法 是現階段 給予需要幫助人 他們普遍性的 能夠手拿到現金 可以去度過這個難關 維持他的生計 日常的開銷 所以我想 這個部分 其實還需要更精確的估算 還有考量 而不是現在提舊章 馬上 第十一條 我們就要 空一千五百億 到底夠不夠 如果真的行政院 你認為 直接放放現金很好 那我們坐下來好好討論 制度設計怎麼做 你們的條例裡面 也沒有寫什麼 一人一萬元嘛 我們就回到條例來談嘛 沒有 因為 所以啊 你們的條例前在哪裡嘛 行政院 你至少先告訴我們 基本的 你們的算法 計算基礎 如果你們要 同意發放現金 好 那我們好好理性來討論 那相關的數據要給我們 談到現在已經非常理性 在談很多事情 你還堅持你一個觀念 就是說 整塊發法就好 現在條文也要修改 這只是其中一環 條文要修改 然後發放的方式 找你 那個這樣的 補助洛斯坦 就會不合理的話 全部發一千 你那個更出招 所以大家可以來談 我們的制度設計 我們把它打開以後 剛才有講過 後面 我們在有 正義的子彈 要再做這個也可以 剛才我跟賴 賴文也談過嘛 我們現在針對這樣的條文 和這樣的預算 概念 我們來談一下 當然你要再加也可以啊 不是嘛 柯總召了 你們已經有九千億可以使用 一兆五百億有九千億可以使用 一千五百億我們好好的來討論嘛 是不是要發現金 要怎麼做薪資補貼 是不是真的照顧到各行各業需要的人 我們就一千五百億 為什麼不怕在這邊理性討論 相關的計算機至少蓋給法院參考 要講 那就沒辦法 他就發規才會說嘛 曾委員說就好 曾委員說就好 好 謝謝 首先你說要談十一條啦 那你是說 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台幣一千 兩千一百億元嘛 病得是疫情狀況 我們國民黨不希望一下子加那麼多啦 對 我們是剛剛講 那個是應該的題目好不好 我們先乾淨去講 你現在看條文啊 好 我知道 你不是像加到那麼多 那個要加多少 那個再另外一個 但是你就寫上去啦 你另邊可以還可以增加 沒有 這個是額度內 等 額度內 當然我們就定死啦 最高是嗎 對 我們要定最高額度 對啊 我們是 這樣我們不一定夠啦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先來定嘛 沒有人知道這樣夠不夠啦 那我們先就先定 好 沒關係啦 可以再增加一千一的額度內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你 那剛剛六三條 你到底不是要排除嗎 現在怎麼又不排除了 哪一個 六三條啊 六三條單數要加上去 對啊 單數要加上去 那單數還沒 那個坦白 這個是我們昨天就想好了 好不好 你看到的條文 這個 資貨能改 不錯 那是要改 那是要改 那個 那是要改 院長我說明一下 這個不是昨天講出來 這是昨天我們黨團也討論過 政委員我跟你說明一下 為什麼民進黨團會提 在同樣的額度 在二七兩千一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五百加 六百加一千五 本來就是針對勞工企業 各方面的需求去加總的 所以你在如果時間延長 可能是同樣的項目再一倍 那你如果你忙 你就加一千萬億好了 你也不知道那一千億怎麼來的啊 所以我們是用原來的需求 再加一倍 這樣來算 那有可能最後一條那個期限 就要往後延 有可能 所以我們的數字說加一倍 不是亂寫的 但是你如果再加個什麼 六百啦 一千啊 那個有可能會變成說 因為 政委我贊同你的想法 但是你的基礎是 兩千一百億 這怎麼來的 資料沒有拿出來啊 我怎麼曉得 你那是精確的異估啊 沒有 兩千一百億 現在沒有排除流量的 最多到這樣的數字 這就是最多的數字 你不要再評估那個 對 這個最多的數字 還有五百要 騙在明年喔 欸 你說我們就很真話啊 對 你都擠在上線 拿出來 你那小孩 你也做到 因為各黨的學法都是一樣 沒有可以排除你的共財法 你的財政記憶法 那現在 如果要排除財政記憶法 就可以打開嘛 這個不是突然擋出來 我們昨天也討論過 事實上我們昨天黨團內部都討論過 那代表什麼 我們代表行列雙人法院 我們不是全人接受啦 那大家的想法我們在聽啊 大家想問 那疫情上有幫助的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預測 到底現在能夠到什麼時候 那總是我把他當作 一個第三次世界上在看待 你看今天報紙 這個病毒可能是SARS 和那個癌滋病結合啊 那然後呢 人數這麼多 一個月前兩個月前的看法 現在完全不一樣 這每天都變的嘛 所以我們希望匡列一些 是這樣的情況底下啊 把淡書加進去 淡書要改嘛 這個叫做這條文的 來 主席主席 那個我們就這個條文齁 就是民進黨團的修正動議齁 請那個曾委員參考 曾委員 曾委員 對 我們就叫這個下去改 我們曾委員齁 然後那個淡書齁 我們先講到曾委員的啦 不行啦不行 另外我先講給曾委員聽 讓曾委員聽一下好不好 來 曾委員 你說的齁 那個第一項的最後面 不受 預算法第23條 第62條 即63條之限制 那因為你覺得63條的淡書 那個不能拿掉嘛 對不對 那我們是這樣齁 我們就把他寫 即63條自限制 然後把63條的淡書再抄一遍 但什麼什麼齁 立法院刪除了 不得在內啦 就把那個淡書再寫一次好不好 黃總軍的意見 我們先去尊重吧 好不好 把那個淡書再寫下去 那如果你是要這樣改的話 我就講過嘛 就是說我們也要把前面那個 提 在機關 在機關中 編列的預算跟執行 排除62條跟63條 前面還要加五個字嘛 那個不應該再排了 那個所有的條例都這樣寫啦 沒有 所有的條例沒有一個這樣寫 你問主地長看看 所有的條例都是這樣寫 主地長上次我跟他變過一次 所有的條例從來沒有過 都沒有排除過機關北 所有的條例從來沒有過 沒有那個從來沒有 沒有辦法都是這樣寫 我們就來讀嘛 如果有我們可以接受嘛 就是從來沒有過啊 我看到SARS的時候就是這樣啦 幫你報告一下 因為這是特別條例啦 因為這是特別條例啦 輸贏啦 好嗎 好 好 院長 好 針對第十一條 我們先表達一下我們的看法 第一個喔 因為現在這樣的一個學法 事實上其實就是像上次前瞻計畫一樣 好 但是 部長知道嗎 上一次前瞻計畫 八年 是有一個核定計畫本喔 有很明確的一個核定計畫本出來 但是這邊 你現在是兩千一 再加未來有需要再兩千一 這等於是一個空白授權 這我們無法接受 第二個 如果大家對於發放現金有共識 對於後段 已不超過 排付直接發放現金一千億 至少我們認為 你如果要開放這一定要特定用途 特定用途 而不是隨便送進來一個 一千億或兩千億這樣子 就把它排除財政機率法 在條文裡面要很清楚 這也是符合我們一開始 說我們認為在一千五再加一千億 這個是指定用途 清清楚楚 而不是隨便說加上去 然後讓你們隨便使用 所以文字的部分 否則我們無法接受這樣子的一個 我知道你要想什麼 你要把你的東西一定要貫徹 但是每一個職任要負責 他的職任要怎麼做 必須要很清楚限定這個用途 不是隨隨便便讓政府機關聚 國資 好讓我講一下好不好 讓我講一下好不好 什麼是最重要的 我們兩點半開始現在五點 已經兩個半小時了 我們 而且大家談得差不多 條文啦 而且賴委員在這邊 條文大家 我看這樣啦 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啊你們 條文切一下 切切 你們要開火 我應該就差不多了 這樣好不好 好 休息十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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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